2023年都还没有过完 梅花丁多尼尔竟然悄悄的发布了这个星表 而且这个外观设计它的颜值 一发布之后很多人都觉得 他比这个丁多尼尔自己的这个潜水表 Sea Scopper更帅 进来看一看这一次的梅花星座有什么特色 那这次星表的名字有点特别 我开头也不太会读 Impe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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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系列第一眼看其实它有点像潜水表 但其实它不算潜水表 因为我去玩之后 它的那个表圈那个数字刻度 是作为阅读时间来用的 而不是旋转的那个表圈 它的表圈是不能做旋转的 这一次的Imperters用很多 你没有在丁多尼尔这种Sea Scopper潜水表 看到的那个搭配 它的出现更像是皮皮里那种Nautilus 鹦鹉 有着实用强悍的规格 但又不是高级表 独有独特特别的这个设计元素 那就是要做到 给人不要有潜水表那种刻板的死死的那种印象的设计 小刚手上只是借了三支拍影片 那其实它有很多其他颜色的搭配 如果你想看更多可以到马来西亚 我可以看一看 丁多尼自己这个Boutique的专柜 在KL Pavilion对面的这个Fahrenheit Shopping Gallery的这个 ATG丁多尼Boutique里面看一看 那Imperters它的这个表盘 采用的是直线条的设计 视觉效果我觉得是OK的 那它的资争才是我觉得特别的这个设计 第一眼看 当然原创自己的设计 那原创就是意思就是 不会让你有联想到别的表款的那个设计的意思 但是我一看下去 它真的有点像冲浪板 还是这个香蕉叶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那这款表我最喜欢的是表盘印着的这个 ZRO2 这一种越是让人独不明白的字 就越显得牛逼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觉得 那日期工人在3点钟的这个位置 那黑暗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夜光是蓝色的 而且它的夜光是真的非常的亮 那表克这一次是一大的特色 有颜色的这个陶瓷Ceramic表克 再搭配不锈钢 这个Standard Steel 很有创意的一个做法 而且它在这个表冠这个龙头 它这个crown 也做到了和表克一样的这个颜色搭配 然后它那个Tintoni logo 你看到最前面这边 你侧边去看 竟然是陶瓷Ceramic材质的 哇真的是太酷了 那表圈不是整个圆形的 它总共是有12个这个尖角 那这种设计其实有点像那种 这种AP 那个Offshore Royal Ops 这个离岸型王家像素的那种 灵脚的这个 有灵脚的那种表圈 而且它这一款Tintoni的Ampetus 是用了这个Integrated Bracelet 就是这一种一体式表带设计的这个圆柱 哇真的是一上手就很有高级表的味道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再来我个人要称赞一下 那就是它的这个蓝宝石的这个反反光的这个镀膜 这个anti-reflective的这个coding 它这个前后都有做到 整支表的这个玻璃是非常的通透 我真的是拍摄的时候 你拿上手感觉完全是没有那个玻璃的镜面 非常的棒啊 真的是非常的通透 表克的直径是43mm 它厚度大概是在12mm而已 而它表耳到表耳的这个长度 大概是在49.9-50mm左右 这支表的防水是在一个300m 300m的防水系数 但它完全不会厚啊 你上手真的是感觉非常的舒服 一点都不会感觉大 那你搭配了更换那个钢带之后呢 你上手就会显得比较大 那每一款颜色都会附送两条表带 分别是胶带和一条钢带 它那个钢带表扣的设计啊 非常的有特色 它跟那个Cscopper的潜水表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是旁边有两个按钮 那第一个是开关那个表扣啦 第二个则是可以微调钢带的这个松紧度 非常的实用 那表扣的设计质感也非常的好 那这款Ampers它的机性啊 我真的是要大大称赞一下 虽然不是他们自己家的那颗T10 T10的那个自家梅花的机性 但是竟然是这个ETA ETA的这个2892 这个王牌的机性啊 那很多朋友刚玩表的 你可能不知道啊 Swatch集团啊 自从停止向外供应这个ETA机性之后啊 基本上很多这种入门瑞士啊 到高端瑞士的品牌啊 都已经更换了这个Selita SW的这个机性了 而且自己旗下很多这个ETA的这个款式啊 也降低了它这个Beat Rate 也就是它每秒震动的这个频率 它就为了达到更长的这个储存动力嘛 但是这一颗梅花Ampers 还能看到完全是这个原主的ETA 2892啊 这个4Hz 28800平震率的这个机性啊 必须真的给个赞啊 而且机性的修饰打磨 在透明的底盖 你可以看到非常有顶多力 自己家的那种设计的味道 维修保养都非常的方便 背盖雕刻的这个表号和这些字母啊 那个style啊 真的是看下去就非常的热血 很重的这种机械感 爽啊 那留言看看你喜欢哪一款颜色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